蝙蝠蝦的玩具也太多了吧 歡迎收看Cookie Time 我是最喜歡點玩具的Cooki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蝙蝠蝠玩具全系列 讓我們看一下有哪一些的玩具吧 那我們就先來分享這三組 這三組就是蝙蝠蝠裝扮造型的部分 像這一款就是蝙蝠蝠的多功能造型手套 像這一款就是蝙蝠蝠的夜視鏡 這一款就是我最期待的蝙蝠蝠聲光造型頭盔 全部戴上去的話一定很帥氣吧 先從這個蝙蝠蝠聲光面具來開始講解 它後面這邊可以調整它的頭型 就會是這個樣子 喂 它講話就會是蝙蝠蝠的聲音 I am the Batman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還蠻好玩的 因為它真的很吻合的把你的聲音給變低了 對它又變好原因了 它這裡有個按鍵 按下去會有失誤中蝙蝠蝠的一個台詞 No place you can hide from the Batman It's time to clean up this city Time to fight crime I am the knight 這個超帥氣 再來就是這個蝙蝠蝠的造型手套 它的話就是直接套在你的左手 各位請記得是左手 因為右手的話呢 右手的話不是不可以 是蝙蝠蝠的這個手套造型 基本上是在它的這邊 所以這邊你也可以 可是其實應該是要左手 各位蝙蝠蝠粉絲應該聽懂我在說什麼 對它就是這個 這邊就是在這裡啊 對除非你要買雙手 可是你就只買到左手 就是有獸人的聲音 而且它這裡有個蝙蝠蝠LOGO會亮 它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獸人的嘛 第二個 對所以它兩個聲音是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它聲音音量蠻大聲的 再來就是這個蝙蝠蝠的夜視鏡 它雖然小小的 可是它其實蠻有趣的 它的眼鏡這邊是可以折疊的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的眼鏡收起來 然後它後面只要裝上電池的話 它可以開啟這個夜燈模式 就會亮燈 戴上去的樣子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看到的東西都會變比較偏黃色 因為它的鏡面就是黃色的 然後這個有點像是放大鏡 所以你可以看到比較遠的地方 像我現在看到螢幕裡面的我 就是蠻...蠻帥的 它這隻眼鏡會變成望眼鏡 關上一邊的燈效果就是這樣子 剛剛介紹完了裝扮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來介紹玩具的部分 這麼大一盒的芒包 這個就是2吋的蝙蝠蝠經典人偶 蝙蝠蝠的無線遙控車 還有這一款我自己相當期待的 12吋蝙蝠蝠特色可動人偶 還有這個蝙蝠蝠任務長巾組 真的超級大的 而且它可以搭配我們之前所開箱過的 4吋蝙蝠蝠人偶 那我們等一下就看裡面有什麼 然後就把它組起來再跟大家分享吧 4吋蝙蝠蝠可動人偶 這一次新增了4款最新的角色 貓女、羅賓、鯊魚王、重裝蝙蝠蝠 可動基本上就是關節都可以轉動 頭部啊、手啊、手臂、腿可以張開、膝蓋可以轉動 而且每個人的配件都至少有3樣 也是相當多樣的武器可以好好的把玩 把所有角色一起搭配把玩更是豐富 蝙蝠蝠無線遙控戰車 這一組有一副搖桿及蝙蝠車 左邊按鈕可以控制前後 右邊按鈕可以控制左轉彎及右轉彎 左右轉彎有點像是煞車轉的概念 角度又慢慢的移動 蝙蝠戰車發動時相當的順暢 也不會有太多的阻礙 而且無線連線遙控的效果也很不錯呢 12吋蝙蝠蝠特色可動人偶 超大隻的蝙蝠蝠 有一些關節是可動的 再來是機關的關節 用手將人偶的腳用力夾緊 可以做出抽取的動作 再來是結合腰帶上三種不同配件 而且還會有不同的音效可以搭配 整體玩起來就是相當的帥氣 而且很有意思呢 又大又好玩的一款玩具 份量感十足 蝙蝠俠任務場景組 這款很可惜台灣沒有販售 但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邊是超豪華的蝙蝠洞 另外一邊就是高潭室 蝙蝠洞的上方就是基地台 按下中間按鈕螢幕就會發光 二樓是蝙蝠俠著裝的場景 左邊是官犯人的牢籠 再來是衣服的配件 可以穿起來唷 旁邊就是更衣室 一樓就是停靠蝙蝠車的基地位置 還有附上可以維修及加油的管線可以使用 羅賓快去加油 另外還有金色的樓梯可以使用 這是兩段式都可以接起來 另一邊則是高潭室 上方的按鈕按下去 經典的蝙蝠探照燈就會亮起來 整個就超有feu的 另外二樓的牆上也都有噴起塗鴉的感覺 而且很有地下城市的味道 旁邊的電線桿可以左右搖 主要是用來掛勾的 讓蝙蝠蝦可以透過掛勾發射器登場 什麼!小丑出來了! 今天我要去回高潭室 哈哈哈哈 蝙蝠俠我來了 把小丑丟進垃圾桶 按下去 小丑將會墜落 不~~ 一樓就是水溝場 天啊!是鯊魚俠 那麼命愛 啊!蝙蝠俠來了啊! 整體的把玩性就非常的十足呢 兩吋蝙蝠俠經典收藏人偶 整個系列全部打開超多角色的帥氣造型 而且是很精緻的小芒包呢 外觀是蝙蝠俠的煙霧蛋 而且裡面還有兩吋的人偶 重點是人偶都可以插在煙霧蛋的上方 變成一個展示台 相當用心的一個小玩具呢 可以去試試看你的手氣 或許會抽中你想要的角色喔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開箱影片 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 你有蒐集蝙蝠俠的玩具嗎? 還是你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 喜歡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讓我們Cookie看 下次見啦 See you~~